百炼成钢 党史上的今天 马上开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炼成钢 党史上的今天 今天是2021年2月11日 农历大年三十 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 这个地方大家看 这是一条水渠 水渠的上面是悬崖峭壁 水渠的下面依然还是悬崖峭壁 这从山腰上穿行的水渠 是天然形成的吗 显然不是 它是上世纪六十年代 河南连县人民用了十年时间 披山挖洞一凿一凿 凿出来的 它叫红旗渠 六十一年前的今天 一九六零年二月十一日 这天正好是正月十五元宵节 按照传统风俗 年都还没过完 在今天的河南省临州市 当时的临县 三万七千多名群众 扛着工具 挑着行李 推着装有锅造的小车 浩浩荡荡地向着太行山进发 羞曲 位于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的河南省临县 历史上严重干旱缺水 临州县制中反复出现的是汉 大汉 连汉 凶汉 一九五九年 临县又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汉 中共临县县委决定 从太行山山腰上修建工程 引张水入临县 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 一九六零年二月十一日这天 来自临县不同村镇的农民 他们父子相随 夫妻相伴 走进太行山 开始了十年修渠的艰辛路 为了修建红旗渠 前后三十多万人投身其中 萧平山头一千二百五十座 架设渡槽一百五十一座 开凿隧洞二百一十一个 修建各种建筑物一万两千四百零八座 挖气土石达两千二百二十五万立方米 如果把挖出的土石 累成高两米宽三米的墙 可以从广州一直修到哈尔滨 劈开太行山 张河穿山来 临县人民多壮志 试把山河重安排 历经十年 一九六九年七月 全长一千五百公里的 红旗渠宫城 全部竣工 闸门开启 张河水滚滚而来 站在渠边的百姓 无比激动 临县人民族族被备 旺旺兴探的历史 在新中国画上了句号 至此 临县五十六点七万人口 三十七万头牲畜 和五十四万亩耕地 走进了 吴汉新时代 历经千难万险 开凿出来的红旗渠 也被誉为 世界第八大奇迹 一九七四年 新中国首次在联合国大会 播放影片 第一部放映的 就是跟拍了十年的 即时电影片 红旗渠 人工天河 红旗渠的故事 在世界引起了震动 也给世人留下了 自力更生 艰苦创业 团结协作 无私奉献的 红旗渠精神 好 欢迎明天继续收看 百炼成钢 党史上的今天